设计文创产品也可以很贴近我们的生活 华人最大的经典设计奖得奖出炉 众多助为得奖作品在松山文创园区展出 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发掘设计的一些精英 跟它那个商品具有特色 那这一次总共有400多件的商品来参展 总共有得奖的是186件 那在BEST这一区都是21件是最top的最经典的 其中这个是一个华航的机舱的一个设计 那最近才开始在启用 以华人为主的经典设计奖作品琳琅满目 有改善生活的照明设备 还有传达友善生活理念的用品 连飞机客舱的空间设计也在其中 在人事物上面一定要追求完美 如果让它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 这个瑕疵是不影响到它的品质 不影响到它的外观 不影响到它的功能 是不是让人也可以接受 中国的茶叶用不同的颜色 六个颜色比如说像红茶绿茶黑茶黄茶红茶像这些的 然后它把那个盒子的设计呢跟古典的那个人物结合 它还有上面写了它的那个背景的文字 再加上它跟奥运那个五个颜色的区块整个都去做一个结合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创意的 设计不只是丰富生活的美学 更是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 参观一趟经典设计展 就如同经过一场创意与设计时尚的洗礼 展期到明年一月 有空的话不妨到此走走